那我們議會9月15號開始開會嘛 照理來說 市府應該第一時間要把提案送進來 因為這個很緊急嘛 要我們趕快審嘛 結果市府動作慢吞吞 遲遲不把這個提案送到議會 那送進來之後 像我自己這會期 我在裁建委員會 有五億的錢在我們這邊審的時候呢 竟然那個期程壓縮到說 我們只剩半個小時可以討論 那半個小時怎麼討論五億的錢 所以我們當然決議什麼 多開一次會嘛 繼續去討論嘛 因為人民血汗錢 結果殊不知昨天 市政府呢 就這個秘書長就跟記者講說 是因為議會預算還沒通過 所以這個抽獎要延期 推給你們 我的天啊 推給議會 對 馬上所有議員電話就進來了 你會說 那個看新聞說是你們議會不給錢 所以這個雄好卻沒有 那我就覺得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甩鍋議會嘛 你今天預算送的慢吞吞的 然後你進來之後 你竟然只給議會一次會議 半個小時的時間 你就要五億通通給你去用 這不可能嘛 任何一個民主的程序 柯文哲他的民眾黨 對於紓困預算 中央的紓困預算 在立法院裡面不是提了很多問題 不是花了很久時間審查嗎 那怎麼他自己的台北市府 背後做這種政治操弄 然後呢自己明明是流程弄了亂七八糟 先給民眾期待之後 預算過程沒有跑完 然後現在又來甩鍋 說都是議員的錯 然後議員就被施壓 這個就是叫做霸王硬上功嘛 用這個政治操弄的壓力 壓著議會一定要去通過 就是要把議會當成橡皮圖章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今天議會上午開會 本來就是說要來審這個預算嘛 那在審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做成決議 要求市政府必須要跟議會 跟市民公開來道歉 那如果說我們下禮拜二 還會再審一次 那如果說市政府 仍然不願意公開道歉 仍然不願意承認他的舒適的話 當然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也會把市府這種草率的態度 加入考量 阿苗說明得非常清楚 看起來柯P的這個北市府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 來犯老師 那顯然包括熊好卷 那也包括呢 這什麼AZ疫苗 也真是把這個台北市的 這個民眾給這個整慘了 那甚至最新公佈的 什麼KTV開放 台北市晚人家一天 然後呢他又怪中央宣布太慢 你可以看出柯文哲什麼事情 他都要跟中央來比 比賽 比較 他要凸顯他自己的厲害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他之前說的那個什麼 台北通大家都不用 因為大家都比較喜歡用 我們CDC的那個 進出便利商店 實名字嘛 他想跟唐鳳比啊 他看到唐鳳哇這麼厲害 被日本人做為什麼IT大臣 然後把唐鳳捧得很高 他也想要跟唐鳳相提並論 他也搞個台北通 結果不好用嘛 現在還想把台北通死而復生 硬去跟這個熊好卷綁在一起 反而是怎麼樣 反而一起拖下水嘛 所以我真的認為啊 柯文哲太多政治算計 你看他那個 開這個記者會 平常我罵起人來 這個可以說非常的暢快淋漓啊 今天講話我趕快說到那邊 然後想趕快把記者會結束掉 畢之唯恐不及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民在我們台灣各縣市來講 應該是程度各方面教育程度數值是很高的嘛 那大家為什麼不用 因為不好用嘛 所以我覺得啊 這個中國那邊有句話說 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 老百姓就是用行動告訴你的動作 東西不好用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各位的你去找什麼遊俗會啊 這個拍這個照片沒有用 大家跟真正要的是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 而且10月 為什麼要趕在10月10號前 連續假期啊 這段時間是剛好我們購物啊 各方面最好的時候 你拖到連續假期以後 那個經濟效果就下降了嘛 你的陳述效果就出不來嘛 所以為什麼要趕 所以你看他現在要延後到連續連假以後 那這個意義何在 所以我真的覺得啊 柯文哲他現在還在 還在不斷的想要跟 跟這個陳時中這邊PK 不斷的甩鍋中央 你看這個KTV 10月5號開放 他說10月10號才公布 其實業者早就已經在準備了啦 業者我們家附近也有KTV啊 他們都已經在打掃啦 都已經在準備了 其實就是你台北市政府說實在 那為什麼其他縣市都會開放 他就說因為這個陳時中先告訴了這個高雄市 那台中市人家也是 金錢報我們都看到啦 金錢報本來是酒店改成一般KTV 那金錢報的資訊哪裡來的 所有人都準備好了 所有人都準備好了 台中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不要再甩鍋說 什麼臨時通知什麼晚上大家都不用睡覺 好像說給你偷襲你 然後讓我們公務員必須晚上加班 其實這個東西看疫情 早就知道遲早會開放 只是時間而已嘛 所以其他縣市早就先敗啦 一開放就開放啦 而且業者都走在政府前面 所以我不相信台北市是距離我們CDC最近的 結果我們還要比別人晚一天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對大搖其頭的 對所以柯幣當一要去怪給中央 要去推給中央的時候 就是顯然自己準備不足嘛 那特別是比較嚴重了 還有疫苗是不是有按槓的問題呢 來明顯這個AZ疫苗呢 顯然很多人在預約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生氣 連這羅文家都說柯文哲真是夠了 把自己管好那麼難嗎 他早上十點開放預約之後呢 就一個多小時就已經名額已滿 傍晚得知中央提供的疫苗是十二萬劑 北市卻只開了七點二萬劑 不了解扣住四點八萬劑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應該跟阿苗應該跟我一樣嘛 這兩件事情包括疫苗的事情 還有台北通的事情 我們辦公室服務電話真的接到爆 現在疫苗那件事情 一早大概十點多十一点 就很多人打電話來 他說阿紀元定疫苗都定不到 全部英文內服全部都客滿 全部都預約都滿了 然後他就傳那個傳訊息 傳來給我 不對啊 我說開放應該都定得到啊 這已經第二劑了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台北市原額 全部沒有釋放出來嘛 他第一次才釋放七萬而已 不釋放原因是什麼 扣住要幹嘛 後來衛生局這樣講啦 因為那一天開始有打了三劑四劑 不同的疫苗嘛 ERI莫德納還有BNT都在打 然後流感疫苗都在打 他怕量人不足 所以先釋放七萬出來 衛生量人不足 接種人員 接種人員 可是早上 那是那是晚上才這樣跟我們講 第一時間 大概中午的時候就問問衛生局 衛生局他就根本反映說 中央唐鳳系統的不對 唐鳳那邊系統壞掉了 才當機 怪中央 奇怪什麼事情都推給中央 然後後來到晚上 中央才承認說 他們才釋放七萬多劑疫苗而已嘛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當然中央有時候做法不見得跟台北市相同 那做法你就溝通就好了嘛 可是你自己出包了 你就要扛起來啊 你不能自己出包就把推給中央 這件事情也害我們電話接不完啊 那個 那那個熊好券也是一樣啊 我今天新聞一出來之後 我今天我在辦公室 我在助理 我們助理罵我說 宇媛 我助理全部都有去抽熊好券 然後結果他們在 我助理在罵我說 欸 議員你們審預算可不可以快一點 我說關我什麼事 連我助理都在怪我說 市府很會放消息耶 對啊 因為我們的助理看到報紙啊 他以為說 我們把預算擋下了 拜託 預算根本沒送出來啊 我說我以為熊好券 然後就可以 因為市府這種做法真的不對啦 而且他們釋造煙霧 但好像變成說 我們在背黑過煙 我們在扛責任 我覺得剛剛阿苗講那個重點啦 因為他用綁台北通 那台北通是電子支付 其實他現在 夢拿鹽西庫 他希望用熊好券 然後把台北通的人數拉起來 這是不對嘛 各縣市沒有這樣 因為太麻煩了 導致這個問 這個整個機制要重新設計 來問 柯碧很厲害 連議會都敢黑喔 敢黑議會的比較厲害 叫黑 就純黑而已 黑議會有什麼厲害 我坦白講羅文嘉那句話可以借來用全市蓋 這些現象 就是把自己管好 你就把自己先管好 比如說台北市的防疫會議 像不像防疫會議 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了 這裡面有兩個事情 一個是心態上 一個是程序上 我們以行政院要拿這個振興專案 後面我們後來叫五倍券嘛 他是把方案擬妥 正式從行政院院會決議 送到立法院 他才敢對外宣布有這個東西 那細節為什麼不敢宣布 那時候細節還不敢宣布喔 因為立法院到底會刪多少預算 留多少錢 不確定 哪怕我們執政過半 這個是基本的程序 也就是民主政治叫做check and balance 制衡 行政部門決定的不是你說的就算了 我又不是共產國交北韓 那你送進國會或送進議會 通常會說我有這個計畫 但計畫細節等議會通過 我再來宣布 免得民眾期待錯誤嘛 免得好像拿民眾在綁架議會的審查權嘛 這樣審查就會出問題 所以我以最近這次蘇貞昌 我相信國民黨團就有感覺 雖然國民黨團在那邊無理取鬧 但是至少蘇貞昌在程序上 院會通過送進國會才宣布有這個計畫 至於計畫細節多少錢怎麼處理 等立法院三讀過再來講 這是要基本的尊重程序 很明顯台北市議會沒有啊 根本都還沒有預算框好計畫好 還沒有送進台北市議會 就對外宣布 這個要怎麼弄怎麼弄 那現在怎麼辦 他講了就要做就對了 你台北市議會如果不通過呢 那不通過 這些要去領券人打死這些市議員 那通過你這審查機制算什麼 那現在看起來人氣也不忘嘛 幾乎人人有獎也不用抽嘛 第二個是心態上 從那個十二萬劑 他扣住只用七萬劑 你就發現 這個行政能力真的很差